苹果在官网宣布将在美国时间9月10号 在苹果园区的乔布斯剧院 举行秋季新品发表会 预计将发表iPhone 11 iPhone 11 Pro iPhone 11 Pro Max 另外传出可能同步亮相 Apple Watch第五代以及iPad等新品 苹果一如外接预期 将在9月10日发表新品 而此次的主视觉是一颗五色的苹果 可能暗示着新一代iPhone将有新色款 值得注意的是 往年的苹果新品发布会 许多华人果粉会上苹果官网 观看英文直播 为了表示对大中华区市场的重视 此次苹果也推出中文直播 将与腾讯 优酷 爱奇艺 哔哩哔哩 等四家中国大陆当地网络频道合作 另只要加入苹果官方的微信账号 也可以观看中文直播 尽管苹果30日才确定发表会时间 但有关苹果新品传言早已沸沸扬扬 科技网站报道 新手机特色包括采用A13处理器 以及其用矩形相机模组 其中iPhone 11主相机为双镜头 另两款为三镜头设计 外传iPhone 11 Pro Max 电池可能升级到近4000毫安培 比前一代增加25% 比较特别的是苹果发出的邀请凯上写着 仅限创新 且分成绿蓝黄红紫色等五种颜色的苹果商标 可能暗示新版iPhone会有五种色系可供选择 中天中华 真理报道